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随缘 万般皆有定数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案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都说人活着 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人生路上的得得失失 聚散离合 不过都是图中的风景 孤语有云 一切随缘皆有定数 得又怎样 诗又何妨 聚也好 散也罢 冥冥之中已注定 如果事与愿违 也没关系 毕竟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我们只管做好眼前事 你想要的都在路上 早晚会到来 世间一切 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义书曾说过 失去的东西 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属于过你 也不必惋惜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会痛苦 就在于总想追求想要 却得不到的东西 殊不知这世间万事万物 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曾经有一位青年 去拜访禅师 抱怨说 活着为何如此痛苦 想要的永远得不到 禅师开解他道 活在当下 随缘自在 青年问道 何为随缘 禅师说 苦乐随缘 得失随缘 青年继续问道 您是说无欲无求 没有任何奢望和需求吗 禅师解释说 人活着啊 怎么会无欲无求呢 随缘皆顺其自然 有所得 我开心 有所失 我亦不悲观 得或失都随缘 如此 哪还会有烦恼而言 深以为然 别忘了 世间一切都是注定 得是性 失是命 不是你的 早晚会失去 该是你的 终会到来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电视剧《武林外传》第六回中 杨慧兰比武招亲 郭芙蓉阴差阳错 拔得头筹 正当杨慧兰准备 以身相许之时 发现郭芙蓉 乃一介女儿身 身怀高强武艺的杨慧兰 震怒之下 要大打出手 同相遇见事不妙 赶紧上前 拉住杨慧兰 劝道 千里姻缘一线千 有缘分 就过门拜堂成亲 没有缘分 就天各一方 何必舞刀弄枪 比武招亲呢 每个人一生 会认识大约 两万七千人 他们有的成为了 我们的朋友 有的成为了 我们的恋人 有的成为了 我们的亲人 更多的 则是匆匆一面的过客 从你身边悄然走过 你连看 都没看清她的脸 钱是因 今生果 有缘分 哪怕相隔千里 也能相会 没缘分 就算人在对面 也无法相逢 作家白洛梅 曾写过一句 寓意丰富的话 批过了宿命 所以有了今生 注定的果 所有的结局 都早已写好 很多时候 世间的相遇 相知 或相离 在故事的开始 就已经注定好了 结局 你会遇见谁 和谁在一起 其实 早就命中注定了 万事万物 上天早就有了安排 你能做的 就是尽人力 听天命 过去的 都会过去 有句话说 人生都是过客 何须那么执着 人这辈子 生死有命 得失天定 好事坏事 终成往事 一切都会过去 又有什么 值得你为难自己 偏执纠缠呢 相信很多人听过 迫赠不顾的典故 有一个叫郭泰的人 他在路上 看到有个人 正背着一个 精美的瓦罐行走 可走着走着 脚下被石头绊了一下 瓦罐不申被摔碎了 只见那个人 毫无显露惋惜之情 自顾自若地 继续往前走 郭泰很不解 于是抛上前问他道 这么精美的瓦罐摔碎了 为什么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人回答说 瓦罐都已经碎了 留恋又有什么用呢 是啊 瓦罐摔碎既成事实 再如何懊恼 也不过是徒增伤悲 一句顶一万句中 有句话说得很对 过日子是过以后 不是过以前 人生不过数十载 若一直沉浸在 失去的痛苦之中 不仅失去的不会回来 还会因此 而错过更多美好 人生无法重来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与其苦苦沉溺于 不如意之中 不如好好活在当下 珍惜所拥有的 该来的都在路上 很喜欢泰格尔 说过的一句话 你今天受得苦 吃得亏 担得责 扛得罪 忍得痛 到最后都会变成光 照亮你的路 人生路漫漫 总不会事事一帆风顺 当努力换不来好结果时 难免会灰心丧气 但经历过一切后 回想起来自己会发现 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该来的 总会在不远处等着你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 创业屡屡受挫 做起了推销员 有次他在街头 卖力地推销笔记本 却无人问津 不禁蹲在街头 愁眉苦脸 这一幕被一位商人看到了 心生怜悯之情 上前买下了他所有的笔记本 年轻人喜出望外 十分感激商人 闲聊之余 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商人 商人听完认真地对他说 无需气馁 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 种子也不是一天就能开花的 要相信自己 你想要的 总有一天会来的 年轻人听完 备受鼓舞 又全心全意 投入到了工作中 果不其然 他凭着自己对工作的热情和努力 职位步步攀升 几年后 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推销商 正所谓人各有命 不必羡慕别人拥有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际遇 人生路上走的每一步 都不会白费 你想要的 或许暂时得不到 但总有一天 会以更好的方式 来到你身边 看过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一位农夫 有两只水桶 其中一只有裂缝 他每天挑着水桶 去河边打水 到家时 这只桶总是漏得 只剩半桶水 另一只桶 却是满满的 就这样 农夫每天 只能从河里 挑回一桶半水 那只完整的桶 为自己的完美无缺 而得意非凡 那只有裂缝的桶 却为自己的缺陷 和不能胜任工作 而羞愧不已 终于有一天 有裂缝的桶 鼓起勇气 向主人开口 我感到很惭愧 因为我有裂缝 一路上都在漏水 只能单半桶水到家 农夫笑了笑回答说 你注意到了吗 你那一侧的路 开满了花 另一侧却没有 我一开始就知道 你有裂缝 于是 在你那一侧的路檐 撒了花籽 每天单水回家的路上 你就给它们浇水 我也能经常采摘鲜花 来装扮我的餐桌 如果不是因为 你所谓的缺陷 我怎么会有 美丽的鲜花呢 老话常说 是你的 总是你的 急不来 属于你的 永远都在 该来之 总会来 佛语有云 一饮一逐 莫非前定 这世间 万事万物都有定数 看似偶然 实则必然 命里有的 丢都丢不掉 命里无的 求也求不来 生命中的一切 都有它独特的意义 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只管一往无前 别着急 你想要的 都会悄然而至 该来的 都在路上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